出道似整容 这六位明星出道前后对比惊人 完全认不出 平时荧幕上看到的明星都是光仔招人 一个个亮眼十足 殊不知有些出道前的明星也是一般长相 出道后完全就是判若两人 出道前后对比简直让人感叹 明星包装真有一手 一 杨颖 现在的杨颖看到之前的照片 还能认识以前青涩的自己吗 感觉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还没进入内地娱乐圈的时候 杨颖是一名模特 虽然很早就在镜头前亮相 但是模特时期的杨颖 长相上其实并不出彩 自然也就说不上好看了 早期照片脸部很强硬的地方 就是嘴巴和牙齿 嘴巴弧度很大 笑起来就占了脸部一半的比例 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吓人 而且她的笑带给人的感觉有点不真实 其次杨颖的嘴巴弧度不仅大 而且嘴唇也偏肿 有点像香肠嘴 而且牙齿其实有点像外秃 牙齿网秃的话就很影响整颗脸部的形状 无论是正脸侧 侧脸都是灾难 进入娱乐圈的杨颖跟之前相比 简直就是两个人 外界的传闻也说她是不是整容了 但是杨颖对外说法是 只是进行了牙齿矫正 再加上明星也会有专门的医美团队 毕竟娱乐圈的门面第一步都是看脸 变美只是需要时间问题 做了牙齿矫正之后的杨颖和之前完全就是大变样 因为她之前的牙齿是往外秃的 牙齿矫正之后 这一大问题就解决了 嘴巴就不往外秃了 脸部看起来也是流畅很多 虽然嘴巴的弧度还是有点大 但是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 而且香肠嘴也没有之前那么严重 现在的嘴唇看起来就是比较饱满 这么一对比 杨颖出道前后的真的变化蛮大 2.居进衣 出道前后对比惊人的同样还有居进衣 这位有着4000年美女之称的明星 其实出道前也并不是很美 更别说是4000年的美女了 之前有网友扒出 居进衣参加某档海选节目的照片 和现在的居进衣完全判若两人 从海选照片来看 当时的居进衣穿着普通的衣服 长发披肩留着稍显笨拙的刘海 脸上的颧骨有点突出 长相也不出彩 出道前的居进衣拍摄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她比海选时要好看一些 但是和现在的她比起来 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图片中的她面带笑容 有一种羞涩的感觉 给人感觉就是病夭夭的 没有精气神 仔细看五官的话 鼻子变化是最大的 鼻头有点偏大 鼻梁不挺 眼睛一双一单不协调 眼神无神 还略带空洞 整个人就没有气场 出道之后的居进衣 已经完全丢弃之前的妆容 一直都是浓妆艳抹出镜 几乎都没有素颜照片 她本人也确实适合浓颜系妆容 精致的妆容掩盖了五官的硬伤 之前有缺点的鼻子也变成了优点 高挺的鼻梁给五官增加了立体感 而且眼神也有很大的变化 可能是出道后面对镜头次数增多 不会像之前那样是被镜头牵着走 而是学会了驾驭镜头 这样的眼神没有胆怯 而是有野心且充满魅惑的 聚精一的出道前后的对比 确实很惊人 如果不细看的话 真的看不出来是一个人 找到自己合适的妆容 看来是真的很重要 3.杨幂 现在还是流量爆火的女神杨幂 其实出道前的她和现在也相差很大 出道前的杨幂脸型很宽 脸盘也比较大 特别是下巴那里 简直就像一条直线 而且那个时候的气质偏非主流一点 有点像精神小妹 出道前 杨幂的发型总是躲不掉刘海 本就不亮眼 再盖一个刘海就更不出掉了 除了方脸 杨幂的鼻子其实也有缺点 就是鼻孔太向前了 第一眼的关注点就在鼻孔上 走红之后有了团队造型加持 杨幂之后的装发造型 终于甩掉了厚重的刘海 颜值就直线上升 因为杨幂发际线较高 之后的发型就是以偏分为主 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隐藏发际线 而且中分发型确实适合杨幂 相比之前的方脸型 现在杨幂的脸型不是方脸 而且还是小微脸 小微脸的杨幂确实要比之前方脸吃香 微脸上镜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虽然从方脸变为微脸 有很多传言 在此就不便多说 忍者见人 4.华晨宇 作为2013年快乐男生的总冠军华晨宇 凭借一路鬼怪才华 让大家记住了他 当时还未出道的华晨宇 也是青涩到不行 图片中的他戴着黑框眼镜 留着锅盖头 穿着一件白T恤 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男生样 脸上皮肤也是略泛油光 皮肤质感也并不是很好 出道前的华晨宇 脸型偏圆 脸上也很有肉 厚重的刘海 也是把额头藏得死死的 那个时候也不注重打扮 到哪儿都是一个发型 气质也是土土的 不潮流 出道之后的华晨宇 风格造型完全不一样 可以这么说 之前他是有多保守 之后他就有多么奔放 现在的华晨宇发型 都是以长发为主 而且一次比一次长 穿衣风格也是非常潮南 而且脸型变化也非常大 以前华晨宇脸型偏圆 而且脸部有肉 现在的话 整个就是一尖子脸 而且脸很瘦 体型上来看 也比出道前瘦了很多 穿衣风格也是比较符合自己的特性 小众化精致 画成一出道后的颜值变化 和多变的造型 也让他成为独特的流量男歌手 5.蔡徐坤 蔡徐坤也是通过2018年的选秀节目 让观众认识了他 并且多得冠军 也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歌手 这位偶像出道前后对比也是惊人 从图片可以看出 蔡徐坤的牙齿其实并不是很整齐 脸型也不流畅 看起来就是左右脸部协调 整个脸型比较偏平 没有立体感 其实出道前 蔡徐坤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嘴巴上 因为牙齿是往外秃 很影响脸型 这种脸型无论是什么角度 都是没法避免的 而且都是脸部硬伤 往外秃的牙齿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嘴唇包不住牙齿 这样的观感感觉不是很好 出道之后的蔡徐坤 这些缺点统统都不存在了 毕竟成为明星 外在条件是必须要过关的 毕竟娱乐圈也是非常看脸的 蔡徐坤出道之后最大的变化 就是她的牙齿不往外秃了 而且很整齐 把这一点搞定之后 她的外貌简直就是惊天大逆转 再加上一些服装造型加持 摆脱之前的厚重发型 整个人也是清爽亮眼很多 六 王一博 要说到如今的顶流 男性向王一博也是首当其冲 王一博13岁的时候就来到月华做练习生 虽然说年纪较小 但是她的实力不容小觑 唱跳俱佳 而且现在的王一博出道之后 也是顶流男性的代表 实力非常强 而且所出演的一些电视剧 也是演技十分在线的 但红了之后 很多网友也是扒出她之前的照片 与现在也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脸型发生了很大变化 明显进行了整容手术 而现在的王一博 脸看上去确实也是比较僵硬 虽然说平时比较高冷 不喜欢笑 但是脸部也是明显看出了僵硬的感觉 十分不自然 七 李线 要说到李线 让李线爆红的 还是当年与杨子一同合作的 亲爱的热爱的 虽然说李线也是拍过很多的电视剧 但也没有掀起很大的水花 自己的时候也是突然爆红 而且李线的颜值也是十分在线的 而且李线高中时期的照片 一直被翻出的 但也属于非常出条的帅哥 素颜也是非常的好看 而如今的李线经过包装之后 更加的帅气 虽然说算得上是中年男明星 但现在也是顶流男性 不过现在李线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 八 肖战 肖战作为现在受到很多女粉丝 喜爱的一个男明星 长相也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凡是肖战 虽然的电视剧也是大火 但其实肖战在早先的时候 却不是如此 有人扒出肖战早些年 读书时的照片 也是与现在有着非常之大的差距 而现在变得更加的精致 看上去也是更加帅气 而之前的时候 不仅身材还偏胖 而且也没有很高的颜值 五官也不是很立体 所以多数人也是猜测肖战整容 因为肖战的颜值实在太高 所以多数人可能出于嫉妒的心理 认为肖战是整容过后才有的超高颜值 而且肖战的演技 也是一直受到人们的吐槽 这也算是争议比较高的一个顶流男星 九 刘凯威 还在TAB跑龙套时的刘凯威 颜值自然是比不上现在 也是后面走红之后 颜值才慢慢升上去 还没走红的刘凯威和现在相比 变化最大的应该是单眼皮变成双眼皮 从当时的剧照可以看出 刘凯威的单眼皮确实不咋好看 眼睛望过去都是无神状态 而且鼻子也挺大 实在不是帅哥的料 再加上刘凯威的脸颊 当时也很有肉 脸上完全没有棱角 虽然是个尖下巴脸 但是放在他身上好像也没有起很大的作用 后来转到内地发展的刘凯威 颜值突然就直线上涨 和之前在TVB里面完全不一样 凭借电视剧凤川牡丹霍东青一绝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时候的刘凯威就是非常帅气的 之后的刘凯威倒是一直保持了这种帅气 最近刘凯威好像是在录制一档综艺 从路透来看 他还是帅气有形 看不出来已经是48岁的年龄了 保养得很好 这些明星们走红前后的对比照 有没有近待各位 不得不说内地娱乐圈的包装真有一手